世界衛生組織WHO 有一個文部來接觸 說全世界大概有十七點五%的 生人人抹 賣身過 那就是說六個裡面就有一個抹 賣身 給了各國政府 要更注意這個問題 四個採視臨動節 問一個小孩都是北部心中的部 現在就知道 嚴肅要這麼多 紅毛是想不想想想不想想想不想 世界衛生組織WHO 衛生組1990-191年相關研究了 在第三發佈一篇報告說 全世界每六人裡面就一個人 包括衛生的情形 WHO定義 南部在一年那就是一年以上 有些少不安全的性行為 嚴肅以外無法度有信 就符合衛生的標準 嚴肅現在在討論的 答案都是關心票文 臨時不死 所以 衛生的正宗的治療和這些貨物 等級都沒有受到重視 法者卻卻卻卻要保持旁貸基礎 這份報告真正好顯示 衛生的問題的重要性和規定性 WHO is calling for greater policy prioritization of infertility we're calling for greater access to infertility services and we're calling for greater evidence better evidence to be able to address the treatment issues WHO強調 衛生的情形很普遍 還有收入國家 大概有17.8%的生年人 有衛生的經驗 收入各國的國家 生年人差不多是16.5% 所有的國家和地区 衛生的比率都很一樣 對過去的資料 雖然會知道全世界17.5%的生年人 有過衛生的正宗 不過無法度就來說 現代人衛生的紀律 是否有正愛的正行 記者綜合部讀